主持人 剛才提到 這幾年來 我們再生能源的成長非常的慢 那麼我跟作業報告 太陽能這一塊 在我們台灣 太陽能它是一個垂直豐富的產業 從這個材料 這個單鍋天吸的材料 那麼到這個衛可 清源 然後到太陽的電視片 到模組 這個產業在台灣是全世界No.2 僅次於中國大陸 那麼我們每年產生的電視鏈 是佔全世界的20% 中國大陸大概60幾% 兩邊加起來將近90% 就是我們兩個國家Subscribe這個電視片 可是因為我們的市場 國內的應用市場太小 這個模組出來最大的應用就是要來蓋 台灣的發電廠 發電站 有沒有 所以我們90%的台灣電視片通通是外銷 外銷20%到美國 45%到中國大陸 其他的都是人工做 只有差不多10%是不在裡面 在我們生產的電視片裡面 我們在國內用的模組 今年能源局政府只給我們210MW 210MW 日本在兩年前開始推動太陽的發電 兩年前 他到現在已經核准了可以建設超過30MW 已經建設的完畢 已經有六七個MW 相當於六座核能化電廠的量 在日本兩年的大陸 我們台灣呢 是從五年前政府開始開放 來推動太陽的發電 可是呢 unfortunately 這五年來 我們等於是原地踏步 我們每天跟政府開會大聲疾呼 昨天在跟他談 在fight 像明年的這個給的這個會議 這個上禮拜 我見了經濟部部長的時候 他的認知 我們也相訊非常的遠 非常不幸 我們台灣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 很多的經濟 很多的產業的結果 這個strange要改變 要改變 能源 二氧發展排放 climate change 這個是現在 全世界最重要的課題 那再生的一點 特別是太陽能 太陽光是乾淨的 它這個資源是free的 你架好板子 它都是發電的 不需要再買原料 而且乾淨的 這個不用 要用什麼呢 台灣是沒有energy的資源 大部分的energy資源都是進口的 所以啊 這個是發展 其實這種太陽能 是最好的時機 何況我們的太陽能的技術 我們的技術是 我剛剛講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我們的技術是No.1 是領先的 跟最後高 我們的技術比德國 美國日本還好 日本現在不做了耶 太陽能電視會都從台灣去 那麼所以非常遺憾的就是說 政府的這個新能源政策 非常非常保守 它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好像我補貼政府給我們預算 聽起來好像是補貼 我跟主人報告 現在一度電 它給我們 它是限量 你要買一層Meg今年 然後呢 你的價它去競標 競標下來 現在一度電給我們的是5塊3毛多 一度電 我們家裡用電 一度電差不多是4塊 5塊3毛多 聽起來好像佔了台電的便宜 可是台電用的電 最大的電就是尖峰時間 中午的時候是尖峰時間 中午的時候是我們發電 發電的最多的時候 那它的尖峰用電 一度電是7塊多台幣 它給我們5塊多 千約千20年都不變 然後它的電費是每年在漲 到了20年之後 一度電說不定8塊10塊了 是不是 它到處叫我說 它這個海達花很多錢 它完全錯了 我們這個 從這五年來 總共累積起來建設量 不到500Meg這個量 所以它不需要資本支出 它不需要維運 不需要養一批人 不需要有黃色 它是很多這個 結成的很多 實際上它不讓這樣 這樣一點點算起來 它是比較難跑的 一度電可以節省0.629公斤的碳 那麼政府的基金政策 就是到2030年 要到6.2BW的電廠 屋頂跟地面 6.2BW相當於 節省5000萬噸的碳 我現在在講5000萬噸的碳 這個碳 你看Curbon Credit Curbon是有錢的 是賣錢的 那麼 所以 一方面 我們經濟改 這個能源 由於會慢慢的改用 這個 我們的新的能源 乾淨能源 一方面 我們這產業 你看 大家提到這個化工業 它實際上佔了GDP等級 只有1.幾% 這個 我們現在的產值 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 已經超過兩千億 兩千億 就這麼長的幾天 那 所以這個 綠色的這個能源 將來就是說 Carbon Credit 這是歐洲已經開始 訂的一些規定 就是說你的場景 要收到多多去 你必須要列一個能源表 你要有 某一個% 用的能源是 乾淨能源 再生能源 產生出來的 否則的話呢 是不能賣到歐洲去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 不管是 Energy Tax Green Energy Tax 或者是這個 這個 Public Credit的買賣 對不對 這個 Cat and Trade 這些觀念 還有辦法 政府都一定要定出來 讓我們 引導我們這條 特別是很重要的 能源的政策 正確的方向去 正確方向去 那正確方向是 會帶著我們的 產業的體質 改變 很多已經消耗 大能源的產業 還有危險的產業 這個Carbon Emission 很大的 污染產業 都要轉型 來跟著這個 新能源政策的發展 只是我跟諸葛八塊 我們以示範 政府在這方面 他是百搬給我們的 限制跟刁難 這個政策非常之保守 那麼 包括 這個部長 他就說 你們的成本 是一年一年降 所以我們慢慢做就好 他說我們這次成本 所以慢慢做就好 我跟他講 就是 6.2G到2030年 命短一點他等不到 這個台大李教授 李校長 以前校長 然後看統計的數值 台灣所有可以發展 是114GW 114GW 我們的政策是2030年 才6.2GW 本來是3.1GW 後來被我們罵了之後 他都委託那個 台積月才做 馬上乘以6.2GW 這個Policy的Revelopment 就是Armitry Mating a Scientific 昨天談這個惠玉的公司 3個公司 雖然我不是練經濟 可是我看來公司覺得有問題 還有一個文件 總而言之 因為時間關係好 我講到這裡 就是 新能源 太陽能 就是 你知不見 又知不覺 不僅是在台灣是需要的 我剛從非洲回來 我這個非洲 除了南非之外 有90%都是缺電 可是陽光照 這個是 可以解決很多 這個貧窮地區 這個能源的問題 可以改善 全世界的窮苦的地方的生活 不管是從經濟面 從人道面 不是很重要 讓我們台灣有這個條件 這個太陽能的技術 全世界最領先的 那現在這個政府 因為內需市場非常之小 讓我們都沒有辦法在台灣 好好的發揮 90%必須要export到國外去 這部分希望大家幫助大家 這個讓政府知道 這個路是不對的 應該要趕快改一改過來 今天我們周教授主持的這條路 Private Change Energy Policy 一定要很清楚 很正確 那麼特別是Carbon Green Energy Tax 等等的這些措施 都要開始著手去擬定 依靠合理的 然後這個可以造成 我們全國的利益的這樣一個政策 謝謝